這個球出得好,Leona 他的技術應該擋一擋,擋直線就過渡到 但他想做些事就有反擊性,反抽後場點就抽不到 丹麥隊一路的球路都是比較打軟的 中場球都在發派發派不是太多硬推,特別是帕達神 如果利路神的搶點搶得好才會打硬推 位置不好都是撥 打這樣的路其實是挺適合印尼隊打的 Leona這方面是比較強 所以一路我會覺得印尼隊其實如果在網前 Leona今天發揮得好些 其實會比較多些主動拳 都攻不入,叉燒都防得住 你硬馬達真的要小心 底線真的不是很穩陣 其實真的挺洩氣的 但很主動的球明明很難得 繼續進攻的機會 但居然上手自己打落網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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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球反而回到一个奇怪的 我们看到利路臣打一个对角高球 给马特进攻 其实他失了位置 起球都应该给直线 起球都应该给直线 这个大队角线非常漂亮 其实艾玛特的杀忠路已经是不错了 但是丹麥队可以反抽对角 大家的球路的处理手法都是 在前场两个旅球员都比较相似 都是打远球直接 如果对手站得前就推远一点 否则一定是挡网上前的 丹麥队可以反映 一直都有这些路 就是挡网两边背 真的很适合你们香港难打的 9-9 好 开局到现在觉得印尼队两位球手 都未是这么进入状态 如果特别是艾玛特 如果可以再打好一点 其实应该会多些优势 我们的领导真的 玩超前的他们现在已经10比9 这些球路很漂亮 想都想不到 本来就是丹麥那边领先 但是现在变成了就是印尼组合 11比9领先2分进入技术暂停 我们先休息一会 哇 这些烧鸵好正啊 又香又多汁 这些味道是家屯户晓的 心仔开心寓的烧鸵 他们的烧鸵是新鲜圆直 炭火烧鹤 肉质上盛口感十足 现在经西部通报